男人在工作中意外身亡 单位却因为他使用假名字拒绝赔偿 另一起案例 男子以为自己被单位辞退 实际上工资被人冒领 两起案件都是因为在职场上 被人冒名顶替而引发的纠纷 冒充他人获得工作岗位 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恶果 冒名顶替的岗位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法女讲堂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丁小乔正在咖啡馆里打工 叮铃铃一阵突然的电话铃声 打断了丁小乔的工作 他拿起手机 来电显示是父亲的号码 可还没等到丁小乔开口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他急促地说道 你爸在上班时突发心肌梗塞 人快不行了 你赶快到市中心医院来看看吧 还没等丁小乔细问 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带他缓过神来 急匆匆和店长请了假 那拎起包便夺门而出 丁小乔赶到时 他的父亲已经停止了呼吸 他看着病床上的父亲 再也控制不住悲伤 趴在父亲的床前 嚎啕大哭起来 如果说父亲的意外离世 是让丁小乔悲痛万分 接下来发生的事 则是让丁小乔闻所未闻 不知哭了多久 一个护士走进来说道 你是死者的家属吧 先来跟我们办一下相关手续吧 医院窗口的工作人员 向丁小乔确认道 死者邱海峰对吧 丁小乔有气无腻地答道 不是 我是丁正的家属 一阵敲击键盘的声音过后 工作人员说 我们系统里没有叫丁正的人 你再确认一下信息吧 丁小乔感到莫名其妙 有些不悦道 我自己父亲的信息 我怎么可能搞错 这时窗口的工作人员 递来一张纸 让丁小乔自己核对一下 上面的信息 丁小乔看得满腹疑问 姓名和年龄 为何都不是父亲的 然而工作人员 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最后因为父亲的名字 信息对不上 医院无法为父亲 开举死亡证明 没办法 临近崩溃的丁小乔 只能求助警方 调查父亲的信息 丁小乔十分不解 父亲怎么会有两个名字 那么邱海峰又是谁 警方第一时间 让丁正工作的公司 配合提供资料 可公司能找到的资料 除了资料上张贴的照片 是丁正本人外 丝毫没有关于丁正的信息 而当警察 根据身份信息 找到真正的邱海峰时 他本人也表示 自己一直在外地工作 不认识丁正 也没有在这家公司上过班 由于丁正已经去世 很多谜团无人能解 可以说 警察的调查一下陷入僵局 可没过多久 一个人的出现 给案件的侦破 带来了转机 他就是当时 送丁正就医的工友小冬 原来私下 他和丁正的关系很好 听丁正提起过这些事 知道丁正的秘密 也是他在医院第一时间 打电话通知了丁小乔 不过他也害怕被追问实情 所以送完丁正 他就从医院悄悄地走了 也许是不忍看着丁小乔的无助 也许是小冬还念着 和丁正往日的情分 他主动找到警方 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邱海峰是丁正在单位 使用多年的假身份 而这一切 要从丁正的入职说起 当年丁正在上一家单位 离职后 由于年龄和学历受限 一直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 而妻子早逝多年 女儿刚上大学 各项开支不小 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好 女儿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 平时都会勤工减学 丁正不想给女儿增加负担 总想找一份收入高的工作 贴补家用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有一家物流公司 愿意留用丁正做物流司机 收入很可观 人事部门表示 需要丁正先去办理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方可品用 可是丁正去办证时 却遇到了障碍 由于他未获取相应的 机动车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件 不合办证的条件 而短时间无法补齐这些材料 这没办成丁正相当失落 他推开服务大厅的门 垂头丧气的网架子 突然他发现前方墙角处 有一张小广告 上面赫然写着半证两个字 还有一串电话号码 丁正心底一动 拨通了小广告上的电话 询问对方是否可以办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对方先是表示 证肯定能办下来 还表示这里办的证 都是真的可以上网查询 丁正却有些担心 他对电话那头的人说 可是我还未取得 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而且短期内就要办下来 能行吗 略微沉吟后 电话那头又恢复了声音 那我们可以给你办全套 把你所有的信息都换成别人的 条件自然也就符合 只不过这价格吗 想到这份工作的收入 丁正立马回道 价钱好说 价钱好说 几天后 丁正果然收到了一套证件 包括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从业资格证等 但证件的姓名都是邱海峰 他忐忑不安地揣着这些假证 去申请纠职 结果还真的顺逆通过 就这样 丁正在公司里面 当了长达三年的邱海峰 明确事情的原委后 警方为了不影响家里人办后事 给丁小桥开了证明 确认丁正和入院信息中的邱海峰 系同一人 警方特别标注了 该证明仅供办理 殡葬手续使用 丁正的身份得到确认 死亡证明总算办下来了 可这只是艰难的第一步 还有更麻烦的事情在后面 由于父亲是在工作中 突发疾病身亡 所以丁小桥准备联系单位 办因公死亡手续 这样丁小桥作为直系亲属 可以领取相应的抚恤金和补助 他先是联系到了人事 王主管 王主管赶来与丁小桥碰了面 却只草草说了句 丁正不是我们的员工 这里面是两万块的丧葬费 节哀顺便吧 丁小桥脸色也不好看 这不是两万块的事 关键是我父亲的确在你们这儿就职过 现在又是在工作中去世 无论如何得有个说法吧 接着丁小桥掏出证明 这是警察开具的证明 无论如何单位要负责赔偿的 王主管看到证明 神色有些不自在 他把证明拿起来 仔细端详了一番后 指着证明上的一行小字说 看见了吧 该证明仅供办你殡葬手续使用 这个证明不能用来办你 因公死亡手续 此时丁小桥满脸愁容 公司不承认与父亲丁正之间 存在劳动关系 丁小桥拿不到因公死亡的材料 无法给父亲办理因公死亡手续 因此就不能获得相应的赔偿 他该怎么办呢 几番沟通未过 丁小桥只好向当地的劳动仲裁部门 提出仲裁申请 请求确认丁正与公司之间 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谁知劳动仲裁部门 以该案争议 不属于劳动人士仲裁 受你范围为由 决定不受你 无奈 丁小桥不服该决定 起诉至法院 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那么法院会支持 丁小桥的诉讼请求吗 这就涉及到 本期的法律知识点 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 我们先来看一下概念 事实劳动关系是指无书面合同 或者无有效的书面合同 形成的劳动雇佣关系 以及口头协议达成的 劳动雇佣关系 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 需要存在雇佣劳动的事实存在 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 一般关注以下事实 一 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 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 二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 工作证 服务证等 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三 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 招工 招聘 登记表 报名表等招用记录 四 靠勤记录 五 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本案中 丁正是以邱海峰的身份 办理了入职等一系列的手续 虽然公安机关在证明中注明 该证明仅供办理冰葬手续使用 但通过该证明的内容 以及公安机关的充分调查 确认死者的真实身份为丁正 因此 该证据对于原告主张的事实 仍具有直接的证明作用 结合其他劳动者的证人证言等 可以作为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的依据 最终 法院确认了丁正与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判决生效后 丁小乔凭着判决书顺利地申请办理了 因公死亡的相关手续 最后也拿到了相应的赔偿 但丁小乔的心情依然很沉重 他知道 父亲办假证入职的行为是违法的 由于父亲冒名入职 险些连劳动关系也无法确认 所以 对于劳动者而言 最能够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方法 就是诚实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 本案中 劳动者为就职冒名顶替 受工伤死亡后 因身份问题差点门受重大损失 那么由于审查不严 接受了冒名劳动者的单位 又会遇到哪些棘手的事情呢 王洪伟的家乡是工业大神 当地有好多煤矿 因此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煤矿工人 由于工作勤奋 很快王洪伟变成了矿上的业务骨干 正当王洪伟以为前途一片光明时 一个晴天霹雳降临到他的身上 这天 正在工作的王洪伟接到了家里的电话 接完电话的他 只觉得天旋地转 大脑一片空白 原来王洪伟的父亲体检时 被查出患有癌症 已经到了晚期 急需动手术 不仅需要一笔高昂的手术费 还需要有人全程陪护 可是王洪伟是独子 母亲的身体也不好 而他的积蓄有限 甚至没有多余的钱去请复工 王洪伟思来想去 只好向领导请了长假 回去亲自照顾父亲 父亲虽然动了手术 可是几个月后仍然不幸去世 王洪伟处理完父亲的后事 强忍悲痛回到单位 却没料到意想不到的事情 接踵而至 王洪伟回到单位准备报道 可没想到公司却把他辞退了 王洪伟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拿着通知书反复看了一遍又一遍 短暂震惊后 最后决定找领导问个清楚 他第一时间找到了自己的老领导 女主任 女主任明确地告诉他 企业正在改制 而且在他请假期间 早已有人取代了他业务骨干的位置 女主任看着王洪伟紧锁的眉头 继续解释道 没办法呀 毕竟你请假那么长时间 矿上总得有人来替你工作吧 王洪伟一听有些急了 可是主任 你当初不是说好了 我回来后一切造就吗 李主任拍了拍他的肩膀 计划赶不上变化 要理解吗 王洪伟明知道主任在搪塞自己 可是又恼不得 只得厚着脸皮囚起来 我父亲刚去世 我还有一家子要养活 您看看能不能给我调到别的岗位 工资低一点没关系 只要不下岗就好 此时的李主任明显有些不高兴了 矿上的岗位制度你也是知道的 都是对应好的 怎么可能有多余的岗位 王洪伟还不想放弃 继续说道 可是主任 李主任耐不住软磨硬泡打断他 安排岗位是不太可能了 我尽量帮你申请一下 看能否给你一些特殊的下岗补贴吧 王洪伟想着 实在没办法留下来的话 有这么一笔钱也是好的 无论多少 总好过什么都没有的墙 于是王洪伟再三谢过李主任后 就离开了 没想到没过多久 王洪伟还真的收到了一笔钱 银行的短信提醒他 这个月收入了一千多 而且接下来每个月 他都能收到这笔钱 虽然钱不多 但是王洪伟觉得 一定是李主任 好不容易为自己申请到的补贴 当然 这点钱肯定是解决不了 王洪伟的现实问题 于是他和家人一合计 决定也去蓝芳闯一闯 一晃一年多过去了 异乡的生活对王洪伟来说 虽然辛苦 但日子却过得安稳 这天又是每月单位补贴到账的日子 王洪伟却没有等来银行到账的信息 他很纳闷 这是出什么问题了吗 不过 还好这个周末正好打算回老家一趟 还可以顺便去矿上问问情况 可是当他周末抽空到了矿上才发现 原来的企业早已物是人非 李主任也已经调走 留守的工作人员在他的软磨硬泡下 才勉强帮他问了一下相关情况 而给的答复却是 企业没有给王洪伟发放过特殊补贴 这下王洪伟更纳闷了 那这么长时间 到底是谁在给自己发补贴呢 为了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洪伟前往银行 并打印了银行流水 当看到银行流水时 王洪伟简直惊呆了 因为一直给自己打款的 竟是一个陌生的水泥公司 王洪伟立刻在网上查到了 水泥公司的地址 打算去一探究竟 这天王洪伟找到水泥公司 向前台接待的工作人员 说明了懒意 还拿出了事先打好的银行流水明细 工作人员答应帮他向相关领导请示 并调查事情的原委 不调查则已 一调查竟让王洪伟发现了一个 惊人的秘密 也让水泥公司陷入了意想不到的困境中 原来当年王洪伟下岗时 矿上给他和另外一批下岗工友 安排了再就业的岗位 并且把他的人事档案 调到了再就业的水泥公司 但是由于当时矿上面临企业改制 工作庞杂 没能处理好他的人事档案的交接工作 而水泥公司的内部管理也比较混乱 也没能及时通知他到岗 王洪伟竟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一份工作 而当年李主任向他承诺的补贴 不过是个空头支票 只是搪塞他的借口 目的就是为了能快些打发他走而已 没想到的是 阴差阳错 王洪伟每个月收到的所谓补贴 竟是人事管理十分混乱的水泥公司 给他开的工资 由于他的新岗位 只不过是看守一个常年无人问津的仓库 工资十分微薄 每个月只有一千多块 也正是因为他的工作岗位 并不在公司的内部 人事部门负责画考勤的职工 为了偷懒 从不核实他的到岗情况 一直给他画满勤 这么久以来 工资一直正常发放 都说只包不住火 如果王洪伟的补贴 一直按时发放 可能王洪伟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切 可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 水泥公司为何没有按时打款了呢 原来这其中又出现了新的插曲 几个月前 水泥公司换了一个新的人事负责人 他在考勤排查中竟然发现 公司里有一个叫王洪伟的 常时期不在岗 却一直在发放工资 调查后发现 原来是当初交接工作池 出现了问题 于是这个负责人心身一计 就安排了他的一个亲戚 冒充王洪伟正式上岗 并现金发放的方式 改变了工资支付方式 就这样 假王洪伟开始上班拿工资 而真王洪伟自然也就无法 收到银行的汇款 王洪伟听到这里火冒三丈 他做梦也没想到 这么离奇的情节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他觉得任何一个词都无法形容此刻的心情 稍稍平静后 他决定去维权 王洪伟一看公司竟然是这个态度 知道再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了 在咨询了律师后 王洪伟先是去申请了劳动仲裁 但被仲裁委员会 以为提供事实劳动为由 驳回仲裁请求 王洪伟当然不会接受这个仲裁结果 他直接将水泥公司告上法院 要求确认自己与水泥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并要求水泥公司向他补发相应的工资 那么法院是否会支持王洪伟的诉讼请求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问题 岗位被人冒名顶替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冒名者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 本案中冒名者冒用王洪伟身份 获取工作机会并参加工作 侵犯了王洪伟合法权益 不具有正当性 冒名者与水泥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 不能成立 水泥公司的用工对象 是王洪伟 套用的工资标准 也是依据王洪伟的档案功名计算而来 冒名者即使履行了劳动合同内容 也只能视为是提供劳务一方 与接收劳务一方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 冒名者接受水泥公司实际发放的款项 应当视为是水泥公司 对其提供劳务而支付的劳务费用 所以两者之间是劳务关系 再来看看王洪伟和水泥公司之间的关系 企业改制的职工安置不同于一般劳动合同关系的建立 王洪伟人事档案转移至水泥公司处 水泥公司已经接收 王洪伟依法应当享有劳动权利及义务 水泥公司为了有效通知和保障王洪伟参加劳动 且对他人冒名参加劳动审核不言 是造成王洪伟合法权益受损的主要原因 应当承担支付相应工资的责任 最后经过法庭调查和双方的举证 法院判决确认王洪伟与水泥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水泥公司向王洪伟支付相应的工资 案件结束后 水泥公司对参与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人和人事部的负责人 进行了相应的处分 并以此为界召开全体会议 从公司各项制度和流程都做了相应的调整和规范 王洪伟也回到了水泥公司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因为职场中的冒名顶替而引发的纠纷 第一个案例 丁正伟再就业 不需弄虚作假冒他人名 企图通过不当捷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妄想能瞒天过寒 没想到终是只爆不出火 尤其是当发生意外时 反而弄巧沉着 差点因为假身份蒙受重大损失 第二个案例 用人单位因为内部制度不规范 考核流程不完善 先后出现人员未到岗 冒名就业的问题 也因此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职场中的你也许有天赋 有运气 有机遇 有智力 但是我们如果仅仅有这些条件 却没有诚信的品德 不仅不能获得成功 还可能因此出现重大问题 蒙受重大损失 而用人单位在注重日常经营的同时 也要注重内部制度和流程的完善 这样他能保障单位合法有效的运行的同时 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男子索要欠款未果 提起诉讼 不料法庭上拿出的借条 变成一张白纸 女子让丈夫发誓并录音 丈夫若出轨便净身出户 离婚时却出乎女子意料 好端端的证据 为什么会无效 我们在有充分证据时 要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谁动了我的证据 下期播出